可是我會醒來 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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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 你先說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真的喝醉了 什麼都不記得 你是真的什麼都不記得嗎 雅雅 那 從現在開始 不要跟著我的心走 你明明什麼都記得 你是不是想起 你請我的事情 你不是喝醉了嗎 為什麼全部都 我是喝醉了 但是 我不是會喝到斷片的人 所以昨天晚上 我們發生的事情 我都記得一清二楚 可是 我什麼都不記得 怕我勇敢面對自己的幸運 彈清楚 昨天晚上 你跟我說的 你不會把我丟下 我就當你是認真的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可是 你如果不檢查看看 怎麼知道 女生的身體女生 自己最清楚 你不要自己嚇自己 你真的想太多了 我只是有點腸胃而已 不要小提大作了 夠佳琳 我覺得去驗一下 也沒什麼不好的 喂 佳佑哥 有大客戶怎麼樣 找我做設計 Lose 空空 你也來看小蘋果 博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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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你夠意思 你連小蘋果的行李 都帶上來了 我把小蘋果交給你 果然沒錯 博富 我正好有一件事情 想要跟您談一談 什麼 撤資 Ocemi 你要確定 我是認真的 博富 我希望你撤掉 投注再買APP的資金 可是 我當初打算假撤資 就是因為 要讓你跟小蘋果和好的啊 你們現在不是好好的嗎 幹嘛要撤資啊 Ocemi Ocemi 你該不會是知道 蘋果的計畫了吧 Ocemi 你跟小蘋果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趕快跟我們說 好 這個 是我在幫小蘋果整理行李 在那抽屜 我一件發現的 這是小蘋果寫的嗎 希望跟O賢敏 一起完成 五件事情 問題是出現在這個最後一句吧 完成這五件事之後 我就要跟O賢敏劃清界限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小蘋果根本不想跟我復合 而是想要徹底告別 所以我想要放手一搏 藉著他這次生病 加上撤資的事情 讓他沒有辦法完成這五件事 小蘋果在想什麼 他明明就是喜歡你的嘛 其實我可以理解小蘋果的心情 可能是之前O賢敏傷他傷得太深 所以他就是過不了他心裡的那一道坎 那現在怎麼辦 撤資會有幫助嗎 其實我覺得O賢敏說得沒錯 這的確是一個契機 只要讓O賢敏的繼續照顧小蘋果 小蘋果心裡一定會很感激他 那如果再加上你的撤資的話呢 他就會更捨不得O賢敏啊 這樣更離不開他 可是你的公司剛起步 如果我就這樣子撤資 會不會太 太吵刷了一點了 伯父 您可以放心 我的公司在這幾個月 已經賣出幾個開發軟體 所以資金運作是沒有問題的 是啊 現在賣相機的確是 一個正在獲利的公司 而且是後市看漲 所以你根本都不用擔心 買相機之後會有什麼影響 的問題 我是真的很有信心也很有把握 可以讓MyApp發展起來 請您相信我 Rose 你不是我的金融顧問嗎 你明知道MyApp是能賺錢的 你還叫我撤資啊 孔董 你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你之後再把MyApp的老闆 變成你的女婿 這樣子你還是賺啦 對吧 怎麼會變成現在這樣啦 我不管啦 我就是想要上子潔的健身課啊 是不是因為剛剛那個女生 嗯 子潔 該不會要把我的時段讓給她吧 呃 我求求你了 我是真的真的很想上子潔的課 欸 那個楊小姐真的很惹人臉耶 是男人都會心軟吧 那侯教練應該也不例外吧 唉唷 助教 你叫他選我 不要選那個女生好不好 好 楊小姐 來 下注 嗯 一千塊 我下侯教練最後會幫楊小姐上課 我也要一些楊小姐 楊小姐 楊小姐 她都要同一邊這樣那怎麼玩啊 我選其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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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還要讀嗎 這樣還要讀嗎 好 那我先離開了 拜拜 昨天晚上我們發生的事情 我都記得一清二楚 可是 我什麼都不記得 我不可以沒跟丫丫說清楚就離開 也不可以讓我們的關係 陷入這種曖昧不明的狀態